大肚婆那高肚皮凍起来 常常有长辈说大肚婆不要四围走 乱动动了胎气就不好和 不过有准妈妈似乎不是很同意这个说法 近日就有42个准妈妈在台北车站实行孕妇起革命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 一群快生的准妈妈 懒利涂人目光 个个穿着老池装 在台北车站中央空地勁歌烟舞起来 不少市民见到这么壮观的景象都忍不住拍下她 而一群准妈妈就要摸着肚皮继续跳 今次搅手谢怡婚是一个台湾女性节目的主持人 怀孕41周的她说自己已经过了预产期 而听说一个自然的催生方法就是跳舞 所以就约其他准妈妈一起快闲 网友看完都表示好感动 还大赞这么多准妈妈又漂亮又勇敢 而脚手还说 不排除等这群妈妈都生了BB之后 再带小朋友一起快闲多次 到这里 不开玩意 自己快闲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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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